伏兵役是每个男性国民英镜的异物 但如果你有硕士学历 就可以改申请研发替代役 内政部今天也公布 明年总共有424个用人单位 而类别主要是半导体、机械、资讯、光电 以及电子等产业 像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还有联发科、汉祥航空等国内厂商 也有中研院、中科院等研究机构 不过随着一年义务役逐渐上路 预计在2028年 研发替代役也可能会走入历史 带你来听专家怎么说 兵役规模可能会由目前的20万人左右 提升到26到27万人 如果就是在人力盘点上面 还是可以支援各个产业的话 就可能会维持一定的替代役的规模 在满足兵役规模之后 如果说维持部分的替代役 就可以用来补强 而特别是国防产业的研发 还有就是生产跟设计的部分 专家认为研发替代役已经行之有年 退厂后对于产业来说 会有一定的冲击影响 不过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国防自主 未来也可能会有一定名额的艺难 会到中科院还有汉祥公司等国防产业 来服役服务 协助国防产业的发展 不过 谢谢大家